今天还是用这个白钢饭盒来做三道无油烟料理 蒸饭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是时候开启花样蒸饭模式了 可以适量的在白米里面加一些五骨杂粮 鹌鹑蛋煮熟以后去掉外壳 放一旁备用 盐好的肉碎 甩打出劲 之后把鹌鹑蛋包进肉碎里面 揉成一个狮子头的形状 再把新鲜的香菇去掉根地 胡萝卜切成小块 再撒一点盐 乳搓均匀 今天的肉准备少了 剩下的就用鱼花补上吧 剪嘴设计使用起来真的是太方便了 这个用来酿豆腐 真的是方便审时又好吃 这个就是今天的美食了 上锅蒸准备下一道菜 豆干切成丁 毛豆去外壳 用少许的黄豆酱调味 如果觉得太咸 可以稍微的加一点糖 抓拌均匀以后 装模具上锅蒸 把调好的烤肉酱 淋去狮子头这道菜 最后就来蒸一点绿叶菜 上锅蒸之前可以喷一点油 蒸熟这一锅 整个过程大概需要25分钟左右 我的蒸锅是大号的铁锅 所有蒸的模具都是不锈钢 我习惯叫白钢 这两种材质 导热快瘦热均匀 相比玻璃或陶瓷的材质 铁或钢是